欸rock 牙物 牙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我们的律师能够走出办公室走入部落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委员会的一个运作 作为一个法服在处理原住民族案件上 跟社会沟通的一个窗口 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原民议题的文化的敏感度 它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透过委员会的方式 透过中心运作的方式 让社会大众能够更清楚了解 其实就是我们要处理就是这种规范跟原住民生活之间的冲突 我们这种年纪绝对是看到肉就会高兴的 野兽的肉 那个是习惯的 你不能敢判断就是真的 文化的层面多一些 最高法院认为现在关于枪炮跟野动的规定 对于原民的权利跟文化的限制来说是违宪的 所以我们法服会密集注意这个案子 我们也会请律师团赶快向宪法法院送状 把王光如的案件送进去 甚至要求宪法法院应该再次开庭 去倾听族人的声音 去了解那一个文化的脉络 做出违宪的决定 我们也会请律师团赶快去倾听 在那里在西国院